哈囉大家好,我是薇妮 哈囉大家好,我是布蘭達 整理其實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這兩件事根本就是一樣的事情 我們覺得整理並不是居家的販售 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生活面向我可能要學一套收納整理的方法 工作方面我可能要學一套工作效率的方法 但是很多事情其實是一體實用 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通常不是先馬上去找說 有什麼要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者是技術 而是先確認真正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對的問題呢,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這個大家很常聽見 一旦我們可以確定真正核心問題是什麼 有時候你可能會發現說 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你根本其實不需要解決任何問題 也說不定喔 所以應用在生活方面的整理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要先確認說 我們真正要整理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整理 所以會一直亂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只是在運用整理方法 但是沒有在解決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們覺得這樣的思考能力呢 其實就是獨立思考能力 也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也是我們提到的整理思維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用一個案例來跟大家來聊聊 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它的核心問題到底要怎麼找到 你以為的問題不是問題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以為的問題可能不是問題 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們首先呢 就先一起來看一下這張照片喔 你可以先看到就是右邊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收納櫃 然後收納櫃前方的被一堆物品擋住了 所以目前的櫃子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打開的樣子 那再來這張照片的左邊呢 應該是一個化妝台 然後它還有一個鏡子 然後它也是上面跟前面都被一堆物品給埋沒了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坐在這張化妝台上面使用它 然後抽屜也打不開 這時候呢大家可以在這邊稍微想一下 你覺得這張照片它的整理的問題是什麼 它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整理它 怎麼整理 所以該先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都想好了嘛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常見的回答喔 啊就把前面的物品整理整理 處理掉之後啊 動線空間就會出現了嘛 然後收納櫃跟化妝台就可以使用啦 化妝台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收納櫃也可以打開 然後裡面可以放東西進去了 然後再把它關起來 然後再堆疊起來 因為變化原本這樣的照片 這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要問說 那為什麼那個空間有收納櫃就一定要使用 為什麼那邊有個化妝台 我就一定要把它整理好到讓它可以使用 一定要去用嗎 相信變成這張照片一定不是一天 或者是兩天 甚至也不可能是一個禮拜 就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這需要非常長時間的努力跟毅力 在把它打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至少半年 甚至是一年 都很有可能 甚至一年之內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的狀態 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想要了解的是說 在長時間都是這樣的狀態的情況之下 收納櫃並沒有實用 然後化妝台也並沒有實用 維持了一年好了 好像對於這個物主來講 並沒有什麼不妥啊 雖然說看起來是很亂 沒有說 不現代北歐風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它並沒有造成它的困擾啊 所以它顯然在裡面也是住了 蠻久的一段時間 對 因為既然一年都可以維持這樣的狀態的話 現在有沒有收納櫃或有沒有化妝台 就不是問題 對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猜測 也許它是在這方面 可能沒有實用上的需求 也許它用不到 所以才沒有去用嘛 對 所以現在說要整理好 然後讓它去用 那這樣可能會稍微有點怪怪的就是 它搞不好就不需要用啊 再來是說我們知道說 要建立一個新的行為 或是一個新的習慣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們需要非常長時間的努力 甚至還會有點逼迫自己 我們可能才有辦法達到 所以在沒有任何特別的動機 或者是誘因之下呢 對於這個使用者來說 它可能是很難去新增一個使用的行為的 畢竟它一年都沒有去用它了嘛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特別的需求的話 是不可能會臨時說 啊好我整理好我就要去用了嘛 整理呢不能夠只是整理 而是還要同時去建立所謂的 使用計畫 或是使用目標啊 要搭配在一起 好你現在收納櫃都整理出來了 然後化妝台也整理出來了 整理出來之後 然後發現好幾片面膜 可是你也懶得去使用面膜 沒有去安排說 欸好那我以後呢洗完澡 就來敷一張面膜 沒有去建立這個規劃的話 到時候這個面膜就是一樣 放在手提裡面 然後放到過期 就是像是用原子洗碗去設計這個新的習慣 你還要有誘因 然後還要簡單 然後還要可以有回饋等等 這些東西都要包含進去 對 才可以讓這個新行為開始嘛 畢竟你一年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甚至可能更久 每兩天的洗完澡之後 然後來使用這個面膜 可是那你要有這個動力 所以你是不是能夠建立 這樣子真正去觸發自己 去做這個行為的這個動機 可以說你一年的實驗都已經失敗了 接下來的一年會成功嗎 機率就會非常低 你就要建立非常強而有力的動機 跟規劃才有可能 否則還不如就認清自己 不會做這件事情 可能會輕鬆一點 我們覺得就是在整理過程中 或者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 需要學習最大的東西 就是要認清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最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是沒有能力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沒有時間 當然也是有可能是因為 你沒有能力去管理這個時間 去使用這些物品 並不是說你沒有化妝的這個能力 而是說因為各種原因 你沒有辦法去辦到這件事情 認清這個狀態的能力 我沒有去觀察到 因為我很忙 或是說很懶 或是怎樣怎樣的元素 以至於我可能沒有辦法 每天敷面膜的這個狀態 對 評估的這個能力 對 評估的這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會錯過自己的能力 就像是很多人可能 看到人家 如果說你有這一套保養 或是化妝的流程 你可能就可以達到 怎麼樣的租職的目標 但是它那個流程可能很繁複 你可能每天上班很忙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落實那個很繁複的作業流程 或者是說我們有時候會錯過 我們的食量根本就沒那麼大 但是卻買了太多的食物回家 往往造成常常食物會過期 就是錯過或者是高估自己的 有這樣的能力 其實就是認識自己的問題 就是不夠認識自己 所以你才會對自己做出錯誤的判斷 布蘭達其實一次只能吃一包零食 但是你想說 欸這邊有三包零食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我要三包都買回來 可是你不知道說其實你是一個 只能吃一包零食 然後就飽到不行的人 其實反正是這個能力 是要培養的 你要去培養的時候 怎麼樣知道說自己是 你第一次只能吃一包的這個能力 也就是說你在每一次吃完一包零食 就覺得感到飽這個當下 你要馬上提醒自己 啊我是一個吃一包零食就會飽的人 這樣我就認識到自己了 所以我下次去買東西 我看到三包零食 雖然我真的覺得三包都很好吃 但是每次我買回家就會有兩包會過期 那這樣吃的話 我下次還要再多買那兩包嗎 除非你要把自己訓練成大胃王嘛 要不然的話那兩包就會過期 那你花錢去買兩包肯定會過期的東西 那這樣就會很矛盾嘛 所以這就是我們覺得說認清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個想法啦 所以我們再稍微整理一下 剛剛提到的就是三種之所以物品不會用到的原因嘛 你已經很明顯看到這個環境已經維持了一年半年 三年五年這麼久了 那第一個就是啊你可能根本就沒有使用它們的需求 那你不需要使用它們的話那也許收納會也不需要 化妝台也不需要也說不定啊 那第二個就是物品沒有用可能是你沒有使用的計畫嘛 原本你可能打算要去用它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或者是說動機誘因不夠強 以至於你沒有辦法去建立這個新的行為或新的習慣 那所以我們就只要認清自己沒有辦法用到的話 有一些新年新目標其實是可以先放下的 因為我們確實沒有辦法一次處理那麼多事情 我們買東西是可能會買錯的嘛 大家是會犯錯的是會錯顧自己能力的 這部分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會犯錯 而且是一定要犯錯啊 因為不犯錯你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 我們犯錯的時候我們可以學習記取教訓嘛 我們不用這個錯錯那麼多次嘛 因為犯錯的話可以讓我們慢慢去測試說 欸我這次買三包就平常吃了一包半 然後下次再去買了五包 欸還是吃一包半耶 對對對 好沒關係還是看到好多好吃的 沒關係還是再買個兩包 結果還是吃一包半 那這時候應該就會很清楚 自己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三次錯誤的經驗就可以讓你學到 原來我是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那我需要的物品跟它的量有多少 那這樣就成長了 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就觀察到自己有一個 習慣是會隨手亂丟 那很好啊 你觀察到自己是一個會隨手亂丟的人嘛 如果說你觀察到自己是一個隨手亂丟的人 那你這樣你還會隨手亂丟嗎 欸我要亂丟囉 欸我怎麼會隨手亂丟 這時候如果你意識到的話 那應該不會再隨手亂丟啦 但是隨手亂丟有一種就是 很隨性很放鬆 我什麼都不用考慮 我就隨便亂啪這種感覺很爽 很爽 我就是喜歡這種感覺 我就是不喜歡回到家的時候 還要小心一夜把鑰匙放在玄關 把包包放在什麼對的地方 然後外套還要掛起來 我就想要啪在沙發上啊 這邊就要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隨手亂丟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 這可能不是一個問題說不定 一個極簡主義者 請問他隨手亂丟會造成任何不便嗎 不會 那這時候隨手亂丟就不會是一個問題嗎 是 因為他家的空間還是就是很舒服嘛 所以這時候就要取捨嘛 隨手亂丟的爽度跟 想要享受一個舒服清爽的空間 這樣的哪一個是你比較喜歡的 喜歡隨手亂丟的人 應該不會喜歡乾淨的房間吧 如果說你很喜歡隨手亂丟 然後對於生活品質空間 並沒有那麼要求的話 那當然就是隨手亂丟是很ok的 對啊 那個隨手亂丟 對他來講也不會是個問題啊 因為他就是喜歡 亂種有序的感覺 所以這樣子的人也不會覺得說 啊我都有隨手亂丟的問題耶 怎麼辦 他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啊 他可能沒有意識到 但是我們現在跟他講 就是其實隨手亂丟 也可能不是個問題 只要你的理想生活 並不是說一定要很舒服 很乾淨的環境的話 那就ok嘛 那如果說你想要隨手亂丟 又想要有舒服的空間 那你可能就勢必要減少物品嘛 就要成為極簡人 那只要你三個就可以達到啊 當極簡人真的很好耶 就可以隨手亂丟啊 不是覺得還蠻棒的嗎 就算你在怎麼隨手亂丟 家裡還是不會很亂 你想要很亂很難啦 所以想要隨手亂丟 因為你身為最高的一個 理想生活方式之一的話 你就成為極簡主義者 你就可以享受 每天隨手亂丟的樂趣囉 耶 假設你是希望生活空間 想要很乾淨很清爽 但是物品又不想要減少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養著 無歸原味的習慣 但是這真的是取捨嘛 是這樣的事情是相反的東西 你沒辦法想要隨手亂丟 又想要東西很多 然後又想要很乾淨的家 這三個是不可能同時成立的啦 所以很多人就會想說 我就是有隨手亂丟的習慣 然後我就想要很乾淨的家 那你們教我就是 怎麼樣收納整理 然後我也沒有要丟東西 我覺得這三個都要 然後你們給我找到一個 收納整理方法 可以解決我這三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子 覺得說這三個可以同時達到 我覺得大家沒有這樣想啊 只是說沒有意識到說 其實她的行為 就是在說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這個就是沒有認清自己狀態的能力 就是不具備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沒有意識到一些 自己在做的行為 跟自己的想法 其實有時候是沒有很一致的 對 如果你的行為跟你說的一致的話 那代表說你就是有具備 認清自己狀態的能力 所以就是不要留下沒在使用的物品啊 然後也不要高估自己使用物品的能力 好啦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讓她走的話 你也要觀察自己嘛 意識到自己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數一下說 自己在第幾次的時候 可以真正放假 這也很好玩 OK 我們也要繼續加油 加油 一起加油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那說到這邊 我就會很想要來聊聊什麼 叫做解決真正的問題 一般人其實最常聽到 沒有時間整理 沒有體力整理 就是因為工作太忙 要加班 下班很累 所以沒有辦法整理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見到這兒 會不會再教我 會不會再教我 ,不會再教我 跟這個髒話 會不會再教我 我們再教你 我們再教你